日前成交价越千萬的豪宅引起政府的關注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表示 政府十分關注目前樓市的情況 他又促請市場自律 不要發放誤導消息 扭曲市場的發展 這棟樓盤有全球赤價最高的豪宅 成交價每赤為7萬元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表示 近日豪宅的價格已超越97 但中小營住宅的樓價與97高峰相比 仍有一段差距 相信豪宅樓價高企 對一般市民供樓的能力 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不過他承諾 政府會密切監測樓市的情況 有需要會推出改善土地供應的措施 解決樓盤不足的問題 我明白近期豪宅單位樓價的升勢 是令到市民擔心豪宅樓價急升 是會扯高中小營單位的樓價 社會亦都關注樓宇的供應 置業的困難和樓市可能出現泡沫等等 為免政府政策令樓市出現不必要的波動 尤其是目前經濟環境仍然有一定的變數 政府在推動穩定樓市措施的時候 必定是要謹慎行事 他又提醒市民 金融海嘯期間各國的救市措施令到資金充裕 一旦拆資利率將會飆升 投資樓市仍然存在風險 市民買樓應該量力而為 城市電視機者黎靖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